另外桃園在昨天晚间发生一起死亡车祸 一名无罩的外籍交换生 载着朋友行进入口时 疑似为了抢快闯红灯 撞上了入口另外一边两辆刚刚起步的机车 三车五人都摔车倒地 其中一名赖姓女子当场没了生命思想 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两台机车才刚起步 左侧一辆机车速度非常快 疑似闯红灯冲了出来 接着撞上了两台机车后 三台车接连倒地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 谢姓男子载着同样来自印尼的同学 完全没有减速 如同打保龄球班连续撞上两辆机车 先是擦撞到载着儿子出门打钥匙的王姓女子 接着又拦腰撞上赖姓女骑士 撞击力道之大 导致她整个人飞了出去 刚起步头被撞到而已 另外一台是整台车被撞到 所以整个人飞出去了 赖姓女骑士当场失去呼吸心跳 急着后一度恢复生命迹象 但人鱼晚间11点宣告不治 而其余伤者则是受到擦措伤 就意后没有生命危险 其中烂女伤势较为严重 现场呈现欧卡状态 根据警方调查 赵氏的现信男子是无罩驾驶 至于怎么会在路口骑这么快 又没有注意到交通耗制 导致死亡车祸 整齐意外的赵氏责任 还有待警方调查厘清 记者林朱强桃源报道